好那接下來我們第五章我們要介紹的是翠子 好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我們經常看到祖父啊 家父 像這樣的一個 一個翠子一個 一個圖一樣 好那這個咧 這個是這個祖父家父啊 這個是來講說這個 Cherry這個人 他是父母親是誰 是由 Karen 跟Rose Mary 他們所生下來 所以這是父母親 然後Karen又由 John跟Terry 所生下來的 所以這個是他的雙親 那因此的話 這個 是什麼一個祖國呢 這個就是 這個Tree來代表就是 Cherry這個人的 祖先 所以這個是Ancestor 是他的祖先 因為你的這個父母親 雙親就是兩個人 所以基本上啊 他就是一個MineTree 他就是 一個父親一個母親 那你的上一代也是一個父親一個母親 他就是一個MineTree 那這個用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MineTree 來代表某一個人的 他的 他的 他的家父或祖父 再過來就是語言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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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歐 語系的語言 印歐語系的語言 那這個 就是說這個語言 這個語言沒有祖父 有些語言是比較相近的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譬如說 這個最下 比較下話的這個地方 可能各位比較熟悉的 就是 拉丁語系 拉丁語系 拉丁語系呢 他就是衍生出這個 三個 Spanish 就是這個 西班牙語 西班牙語 French 就是 法語 Paris 就是義大利 所以這個 這三個語系是比較接近的 那各位所熟知的這個 英語 是放在這個地方 是 治爾曼 American 治爾曼 或者哲語 德語字 這個語系的 在這邊 西語系 這個是 這個是 西班牙 英語的語系 那所以 英語其實跟 治爾曼 就是跟德語比較接近的 那在 南歐 這個是 在南歐跟西歐的地方 這個是 跟拉丁是比較接近的 西班牙 還有義大利 法語 那所以 我們也可以利用 利用一個Tree 來代表 這個裡面的 祖父跟家父 這個祖父 家父 這樣的東西 所以Tree 事實上在這個 應用層面是 這個概念的表達 是非常猛的 好 那接下來 我們就來介紹這個Tree 的一些 我們在資料櫃 用到的 他的一些 定義 首先這個是一個Tree 這個一個Tree 那這個Tree 就是我們發現 種的叫樹 也就是外面 那個綠色的 叫樹 那 只不過 外面那個綠色的 樹 它的樹根 是種在泥土裡面 所以 外面的樹 樹根是在下方 那個 枝葉 樹根 樹枝跟樹葉 是在上方的地方 那我們這邊這個Tree 一般我們在觀念表達時候 我們是反過來表達的 Root 是在放在上方的地方 然後下面是分支 所以這個 我們這個Tree 上面這個是一個Root 樹根 然後再下來 我們這個Tree 我們有給它按照階層編號 所以這個是Level1 這個是Level2 這個是Level3 這個是Level4 有4個Level 那我們這個4個Level 我們就說這個Tree的高度 Height Tree的高度等於4 因為它有4個Level 那Tree的高度呢 其實意思就跟Tree的深度是一樣的 Depth 深度是一樣的 這個它有4個Level 再過來這個每一個圓圈圈 在這邊的每一個圓圈圈 我們就稱它 叫做Node 這個Node 在我們中文的翻譯 我們把它翻譯成節點 所以這邊的翻譯 跟我們在LinterList裡面講到那個Node的翻譯 事實上是一樣的 我們就稱它要節點 好 那接下來 我們的這個上方是Parent 下方是Ture 所以這個E的Parent E的Parent就是這個V 這是Parent 那Ture就是小孩 所以B的小孩呢 有E跟F 兩個 這是小孩 再過來是祖先 Insister Insister是祖先 那E的祖先就是E的上方的 他的父親 他的Parent 還有他的祖父 這個都是他的祖先 所以B的Assist 就是V跟A 兩個都是 這個叫祖先 那相反的呢 叫Descendant 後代 Descendant是後代 所以B的後代的話 就是B的下方這些 EM KL 這個都是後代 再過來 再過來 樹葉 這個叫Leave Node 樹葉 那有些不同的 這個用 這個不同的地方 所用到的 我們叫做 Termine Unload 端點 Termine的叫端點 那你如果不知道 這個中文要怎麼寫 你要把它注意一下 端點 或者叫樹葉 那就是所有 最下方 他沒有在 小孩 沒有小孩的部分 通通就是我們的Leave Node Terminal Node 樹葉 或者端點 那剩下呢 其他 不在樹葉的地方 我們叫 Long Leaf Node 非樹葉的點 或者叫Long Terminal Long Terminal就是 非端點 那在我們這個土裡面的 這個非端點 有哪一些 來問一下同學 這裡面的圖 這個圖啊 非端點 哪些是非端點 江澤康 哪幾個點是非端點 有好幾個點 本文字啊 C-C-E-E-M-G-H-I-Z B-C-E-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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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這個Long Terminal就是 不再樹葉的 不是Live Node 就是Long Terminal 那就是在中間的部分 這些都是 A B C D E 還有H 這幾個都是我們的Long Terminal Node 再過來是Degree Degree就是你到底有幾個小孩 像這個A Degree是3 他有3個小孩 B的Degree是2 他有兩個小孩 C的Degree是1 他一個小孩 所以Degree都有0有幾個小孩 Degree是3 再下來就是我們對於 Tree 一個正式的定義 剛剛我們前面看到範例 Tree的正式定義 我們把D型這樣子 一個Tree 是一個fine set 他是一個有線的集合 有線集合裡面爆了什麼呢 包含 一個或者更多的Node 一個或者更多Node 那這裡面呢 包含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叫Root 這一個Tree裡面 有一個部分叫Root 另外 剩下的部分 可以把它partition 把它分割 partition就分割 分割成 T到TN 分割成N的subtree 每一個 我們叫它一個subtree 所以T1 T2到TN 有N個subtree 這個N個subtree是 互相沒有交集的 disjoint的 彼此之間沒有交集 所以我們如果按照 前面那個範例 我們再來把它看一下 就是這個Tree 就是這個Tree 我們分成有一個特別的點 加Root 是這個 然後呢 又分成 三個 三個subtree T1到T3 所以這個是一個subtree 這是一個 這是第二個 這個是第三個 我們用三個subtree 那這三個subtree 彼此之間是沒有交集的 所以我們這個叫disjoint 彼此之間沒有交集 那這個是 我們這個Tree的定義 再下來 我們再來 看看這個Tree的其他的一些 專家名詞 那剛剛說過的degree 每一個點的degree就是 看看你有幾個小孩 所以就是這邊講的 是 Number of subtree of the node 就是這個node 到底有幾個subtree 也就是他有幾個小孩 這個叫degree 然後再來是這個tree的degree Tree的degree就是 在這個tree裡面 最多小孩的那個點的數量 那個我們叫做mesma degree 像這個 這個 這個 D的話他有三個小孩 所以D的degree是3 A的degree是3 那創下還有現在是有2的有1的有60的 所以我們對於這個tree來講的話 他的degree就是3 這一個tree 這個degree是3 那這塊是 剛才所定義的 nif node 或者叫terminal node 那就是他的degree 等於0 他沒有小孩 所以degree等於0 這塊是 Syprand Syprand或者是叫brother 兄弟 那這個syprand或者brother 就是 這些 擁有同樣的父母親的 這一點 譬如說 E跟F 那E跟F的話 同樣都是B 是他們的父母親 所以E跟F的話 就是brother 或是syprand 就是兄弟 再過來就是這個 ancestor 那 剛剛我們看過範例的 這個ancestor就是祖先 就是 譬如說這個E E往上看的這一條路上面的所有其他點 就是你的祖先 所以我們看一下 這個ancestor就是 在我們從 從root 到這個點的這個路上面的所有點 從root 到你這個E這個點的 路上面的所有每一個點 這個叫ancestor 就是所謂的祖先 那descendant呢 descendant就是你這個點的所有的subtree 像這個V 那V的所有subtree就是這個 這些東西 那這個叫descendant 再過來是所謂的level 你在第幾個階層 level 那我們剛剛看到 這個level在這邊 我們看到 我們由上 由上往下編號 1234 那level1的話在不同的地方 那我們在這裡的編號是從 root是從0 從E開始編號 有些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課本 它的編號方式不太一樣 那我們這裡 只能說我們這裡 它的level編號 是從root 然後E開始編號 再過來是我們的這個depth 或者是height 就是我們的高度 那就是最大的level那個 最大的level就是我們的 升落的高度 好 好再下來是 我們要怎麼表達我們的 一個tree 那這邊是用list的方式來 先來 這種第一種表達方式 用list的方式來表達 一個tree 那我們看到這個a 他有三個小孩 BCD 那BCD個別都是suntree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a是我們這個tree的root 有一個a 有一個a 然後接下來他有三個 三個suntree 那三個suntree 本身都是 都是一個tree 所以有一個v開頭了 有一個c開頭了 有一個d開頭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個v開頭的 這一段 有一個v開頭的這一段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然後這塊有一個c開頭的 是這個 這塊最後是有一個d開頭的 是這一段 那我們如果要看 v開頭的這個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v開頭的 那這個v開頭的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 他有一個e跟f v開頭它包含兩個e跟f 那e開頭的本身也是一個suntree 所以 e開頭的這個 它本身也是一個suntree 連包含 k跟l 好所以我們如果用list的概念的話 我們寫出來就是 上面這一個 是我們list的概念 那我們真正把它 畫成資料結構的方式 我們用linkedlist的方式 才把它表示出來 那就下面這個 就是a這個 以a為root的這個suntree 它連到哪幾個點 連到這三個點 vcd 那這三個點分別都是suntree 所以它本身不是一個資料而已 它本身就是 又是一個linkedlist 連到另外一個suntree 然後這個呢 我們就連過來 連到這個v 這個連過來連到v 那v本身呢 它又是一個tree 那v是這個tree的root 所以這個是 這個tree的root 它又連到 它的包含有e跟f 所以這裡有e跟f 那e又是一個suntree的root 所以e呢 又連到一個list 那這個是suntree的root 這個e呢 它還有兩個 兩個點 這個屬於這個e的suntree 所以貼邊的l 還有mv呢 除了這個e的suntree之外 還有這個f的suntree f的這個點 所以 這一個 下面的這個list 把它串起來這個list 的表達方式 其實跟上面這個是一模一樣的概念 只是畫的圖不一樣的 這兩個是一模一樣的概念 但是呢 但是呢 我們真正在寫proven 在用 在資料結構在寫proven的時候 剛剛那個list的表達方法 不太好 所以我們真正會用的 是我們這個 我們在資料結構裡面 真正在寫proven的時候 我們用的是 這樣的 這一個資料結構 這個就是我們真正在用的 好 那就是我們 把這個tree 這個tree 這是原來 要表達的tree 那現在呢 我們把它串成 向右邊這個屬 那我們現在怎麼解釋呢 就是 每一個點 比如說拿這個v來看 他每一個點呢 他一個是 左邊的tree 他連到他左邊的小孩 另外呢 他右邊串到的地方是 他右邊的兄弟 這個不是對稱的喔 一個是連到他左邊的小孩 一個是連到他右邊的兄弟 所以你看一下這個b 左邊小孩是連到這個1 那右邊的兄弟是連到這個c 那c呢 他也有他的這個左邊的小孩 左邊小孩就是這個 然後他右邊的兄弟 都連到這個d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到 他同一層的是把他串在一起 把他串在一起 然後呢 這個 每一次 你的這個左邊的小孩 就是 你的這個第一個小孩 就是你的左邊的小孩 就把他串起來 但用這種方式串的話有好處 你永遠都需要 只需要兩個指標 你總需要兩個指標喔 一個是 一個是你的 左邊小孩 一個是你右邊的兄弟 你就兩個指標 不管你原來有幾個小孩 你都是需要兩個指標 那這樣的話 我們在 寫Program的時候呢 我們locate的 指標的數量喔 我們就是固定是2 這個就是我們真正在寫Program的時候 我們把他串起來的一個方式 好 再下來就是我們在 介紹一般的Twin 之前 我們要先看的是 比較常用的是這個MineTwin 那像左邊這個是一個 這個是一個 MineTwin 這個MineTwin 的話呢 就是 有兩個 有一個 有一個 LessDumb 有一個RessDumb 然後他就是 就是 最多的是兩個小孩 那 這個是 Skew Skew MineTwin Skew的意思是 傾斜一邊的 像這個呢 他是一個MineTwin 傾斜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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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這邊是沒有點 這個是 Skew的MineTwin 那這個呢 我們給他一個特別的稱呼 這個叫 Complete MineTwin 這個Complete MineTwin 上面每一層都是滿的 只有最下面的右方沒有滿 這個叫 Complete MineTwin 再說一遍 就是這個 最上方的每一層都是滿的 只有最下方的右邊這邊是空的 左邊不能空啊 左邊不能空 只有右側可以空 那這個稱為 Complete MineTwin 那對於這個Complete MineTwin的這個定義 不同的課本有不同定義 所以最好各位把他注記一下 現在我們這個講義上面的 這個講法是我們 所用的這個課本 採取的講法 上面是滿的 只有最下方的右邊沒有滿 那這個叫做Complete MineTwin 是我們的課本的定義 其他課本可能是這樣定義的 那尤其我們未來在做研究 在圖文界的時候 你開到Complete MineTwin 那你不要以為 只有我們課本這樣定義 我在講 第二種定義 第二種定義是全滿 Complete 完整 Complete 本身英文的意思是完整 所以另外一種定義 不是我們這個課本的 是另外一種定義 全部都是滿的 包含最下面這一組 全滿 全部都是滿的 所以 在別的課本裡面 在別的課本裡面的Complete MineTwin 會等於等一下我們所要介紹的Complete MineTwin 這是我們這一本課本 這是其他書 我再說一遍 在別的課本上面 他們定義的Complete MineTwin 可能定義成全滿 包含最下面這一層 所以 他們的定義呢 等於在我們這本課本裡面的 所謂的Fullsing 那因此的話 未來 這個名稱就 很混淆 Complete MineTwin 很混淆 有些老師會認為是 像這樣的長相 有些老師會認為他是 全滿 那當有人問你Complete MineTwin 長什麼樣子的時候呢 如果你能不能講出來 兩個不同的定義 那最好 要不然你的認識如果跟老師不一樣 導致打分數 打了就打了 這個是Complete MineTwin 來 好 再一過來就是我們要定義什麼叫MineTwin MineTwin 這個MineTwin 它有包含一個Root 以及兩個 兩個小的Twin Root以及兩個小的Twin 這兩個也是disjoint的 就是不相交的 那左邊的叫做Left Subtwin 右邊的叫做Left Subtwin 好 那這個MineTwin 再說一遍 這個MineTwin 它包含了兩個Subtwin 這兩個Subtwin 左右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看一下下面這個 這個A 它有一個 左邊的Subtwin 右邊這個組 A它有一個 右邊的Subtwin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MineTwin 記得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MineTwin 這個 這個B是在這個A的左邊 在這裡的話 B是在A的右邊 這兩個是不同的MineTwin 所以你只有一個小孩的時候 你也要分左右兩邊 是要分左右兩邊的 好所以我們這裡就衍生一個問題 就是 我們在這個MineTwin裡面 我們即使一個小孩 也要分他的順序 即使一個小孩也要分順序 你到底是左邊還是右邊 要分順序 在Twin裡面的話是不分的 在Twin裡面的話 只有一個小孩 那就是一個 那我們看一下前面的情況 像這個C 他只有一個小孩 他只有一個小孩 那這個小孩永遠就是 第一個小孩 所以這個小孩也不能分左右了 在Twin裡面 我們沒有分左右的 在Twin裡面 我們只有分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那你如果只有一個小孩 那你永遠就是第一個 所以你只有一個小孩的時候 你不能跳過說 我是第二個小孩 算第一個 不行了 你永遠就是第一個 所以這個各位要把它出去一下 Twin 如果只有兩個小孩 一個Twin 這個就是最多兩個小孩的Twin 他是不是一個mine tree 不是 Twin不是mine tree 再說一遍 再說一遍 最多只有兩個小孩的Twin 並不是我們這邊定義的mine tree 考試很容易 那為什麼呢 如果我們把Twin 把Twin畫出來 只有一個小孩 畫的方法就是一種 就是A的下方寫個mine 如果我們畫Twin 只有一個小孩 那就是A的下方就寫個mine 這個是我們所謂的twin 這個是我們所謂的twin 這個V呢 永遠就是A的第一個小孩 但是在那一twin裡面的話 你還要把它分左邊還是右邊 好 所以再說一遍 就是 我們的一個twin 如果我們定義好一個twin 裡面的小孩最多兩個 的這種twin 他不是我們的mine tree 不是 就是 剛才說過了 Fortree 那這個Fortree在這邊定義 就是 這是我們這本書定義的 這個Fortree就是 全滿的 這個叫Fortree 那剛才說過 在別的書上面 可能他就 他就complete mine tree 好 那這個是全滿的 那這個到底有幾個點 就其實很容易算 這一階 2的0次方 一個點 這一階是2的1次方 兩個點 再過來 就2的2次方有4個點 再來是2的8次方 2的3次方有8個點 所以這個其實很容易算出來 那 你這個整個mine tree 整個mine tree 整個mine tree 你的daps是低 daps低 像這個 我們的這個 有1234 那你總共有多少點 點的數量就是把所有的 這個每一階的這個點 把它相交起來就可以了 所以你為什麼 2的0次方 加2的1次方 加2的2次方 加2的k-4 因為你在第1k那一階 在第1k那一階 有2的k-1次方的點 1234 在第4階這裡 有2的3次方 8個點 所以你就把這個全部相加 那這是一個 簡單的一個等比提數 這個是2的k-1 套用我們現在這個範例 k-4 下面這個k-4 那k-4的話 你這個地方就是有15個點 2的4次方-1 你共有15個點 好 那這是我們的這個 School of Mindstream 再過來回到剛剛的Complete Mindstream 就是 它的右 它的這個上面 這一個部分都是滿的 只有下方這邊是有空缺的 這個就是我們這一個書上面所見 所謂的 Complete Mindstream 那這邊的Complete Mindstream是怎麼定義的 我們看一下 這邊的定義是這樣的 就是 Complete Mindstream 你如果有N個點的話 如果你有N個點的話 你這個N個點的 這個 編號所存在的這些點 就是 在Full tree裡面的 1到N那幾個點都要存在 所以我們看一下 你這邊有N個點的話 你這邊有9個點 1到9 1到9 在Full tree裡面的1到9都要存在 也就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都要存在 所以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你有N個點 這個N個點會對應到 Full of Mindstream裡面的 前面N個點 換句話就是 你的下方右邊才可以空缺 這句話就是 這個 Complete Mindstream 我們雖然還沒開始 撰寫這個Mindstream的資料協購 但是這個地方其實 它是一個非常特別的 一種Mindstream 這種特別的Mindstream 所以我們可以只用Mindstream就可以了 用Mindstream表示它 不必要用指標啊 不用Mindstream 不要用指標 各位知道 只要用指標的話 寫Mindstream就很麻煩 然後也經常可能產生大 那其實現在在睡覺的同學 基本上就是大個來源 真的 瞧一瞧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我們是要怎麼編號編給它呢 接著這個號碼已經編在這裡了 123456789 我們已經編好了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就把它放在urray裡面 但是放在urray裡面的話 他們鼻子之間是有關係存在的 好 那我們這邊講到 我們路頭呢 就把它放在A1的地方 然後特別說明到 A0我們是沒有在用的 本來我們urray是從A1開始屬的 那A1在我們這個方法裡面就不用了 我們就從A1開始 那現在呢 我們要 放在urray裡面 鼻子有關係 那這個關係就是 parent跟child的關係 那我們怎麼樣把它 這個parent跟child的關係 怎麼樣把它 找出來 譬如說DI個點 它的parent是哪一個 DI個點 編號是I 對不對 4的parent是2 5的parent也是2 所以你就是把I除以2 把I除以2 把4除以2就得到2 把5除以2也得到2 那所以 這個 8除以2就得到你的parent 右邊 右邊這個也一樣 把6除以2得到3 把7除以2也得到3 所以你的parent的關係 就可以確保下來 你在urray裡面 那些資料並不是任意的資料 它是存在一個trade trade的parent跟child的關係 是由這個把它算出來的 接下來 倒數第2行有一個bug 誰能告訴我 誰能告訴我倒數第2有一個bug 有時候bug 大聲一點 chad 少一個c 這是卡牌的規模 自己補照片 left child 這個少一個c 這邊有一個c 1號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問說 那這個如果I 想要知道他的chad是誰 那這個I的話 我們剛剛講的是mg 他有分左邊的核子 有分右邊的核子 那這個I的left child 那個子應該是多少 第幾個點是他的左邊的小孩 來我們來請教同學問一下 郭澤育 阿姨 阿姨 阿姨解尼是土邊的小孩 確定嗎 五简易是左边的小白 i乘二 i乘二 ok 很好 所以你如果是i 那你左边的小孩就是i乘以2 就是2i 所以我们看一下 4的左边小孩是这个8 所以是不是就是这个2i 4的右边小孩是2i加1 也就是这个9 好所以如果你的这个tree 是一个concrete mindtree 那我们在写pove的时候 它有个好处 你不要真的用指标 你只要把它放在rray里面 你就可以找出你的parent是谁 放在什么地方 你的chair是谁放在什么地方 这个都可以做出来 其实这个这样的资料结构 有一个称呼的 这个称呼叫做 increase the data function imprice 等于隐含暗示 隐含暗示的 imprice 的 data function 就是这里面我们是用耳朵把它存起来 但是它里面的隐含就tree在里面 tree的指标 没有存在里面 是用算 你要知道你的chair是谁 那我就把它乘以2i 或者2i加1 我要知道parent是谁 我就把它除以2 那就可以得到 你相对应 你要得到那个点 所以是隐含没有用指标的 这个字 是行动词 他的动词呢 我们有时候我们有什么 弱批则q 这个英文能够怎么写呢 刚才你说 if p then q 这是一种讲法 还有讲法呢 p implies q imprice 要加s 他的原点是imprice p implies q p可以读到q p里面隐含q 若p得q 就是你拿到p之后呢 你可以得到q的推论 p里面隐含q p implies q 那这个这样的意思的话 就是把外句调 变成i e s 这个是他的形容词 imprice imprice动词 imprice是他的形容词 这个是数学的讲法 p implies q 是数学的讲法 p 隐含q 所以 imprice就是隐含的一种资料结构 他里面呢没有把 没有把这个指标把它写出来 好那我们再说一下 imprice的这个字的相反值是什么 明显的 这是隐含的吗 相反值就明显了 明显怎么写 express 可以好吗 这个 imprice 4%的相反值 明显的 所以呢 express data球呢 当然就是有指标啦 指标讲法要明显 这是明显的 这是一摊的 不认识的话 就把它写下来 好 好 再下来 我们刚刚看的是这种 隐含的 资料结构 所以呢 这里面没有真正用指标 它是用array 里面没有指标 那接下来如果我们对一般的这个michry的话 当然 我们就用指标了 好 所以我们对一般的michry 我们的资料结果就长相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有摔个栏位 一个是data 对象是data 一个是你的lip chart 左边的指标 指标你左边的小孩 还是 right chart 你的右边的指标指标你右边的小孩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tree的node 一个node 它的资料结构 里面包含有三个单位 一个是data 一个是指标 这是一个指标 看到吗 我们一个信号就代表指标 left chart 还有呢 这也是信号 代表指标是right chart 那我们在画组的时候 我们把它画成这样子 就是画一个圆圈圈 这个圆圈圈里面 画的是它的资料内容 data 然后左边指标 它的小孩 指标 右边的指标 它右边的小孩 是一个指标 所以真正的图为是 像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的图的示意图 就像画一个圈圈 然后有两个箭头往下 那这个是 我们的 这个一个点的资料结构 这是一个点的资料结构 然后里面有一个 class tree 这个tree是可以用到这个资料结构的 那这个tree 长得这样子 也非常简单 就是给一个root 在这个tree里面 这个tree当然其他东西还没有 还没有讲得非常清楚 但是它的资料结构呢 就是给一个root 这个是tree的class tree的class 那里面 它的这个tree node 这个tree node 它就这个指标 指向它的root 所以一个tree 这个代表这个tree 就是那个root 你从root 那个 最上面那个root 开始找 就可以找到你tree的整个下面的部分 都可以找出来 所以一个tree 就用一个root 来代表它 那tree的note 前面说到 每一个tree的note 就是这三个东西 有这个data 然后呢有你的指标 你的指标也是指向另外一个tree node 这一样是一个tree node 那这个 也是指向你的tree node 这个都是指标 好那我们如果把 我们刚刚的这个宣告的部分 真正的把它表现出来 我们在画鼠的时候 画鼠边的 连那个箭头 我们有的时候 那个箭头 那个 箭的箭头 方向 我们直接画这样子 A然后VC 就这样画 这种来代表一个tree 那这个A的小孩是指向V A的小孩指向C 左右两边 那真正的在电脑里面 存起来的 我们利用我们刚才的资料结构 就会像右边这个 就是你因为那个root 一定要的 有的 指向我们这个tree的最上方这一个 那就是这个root 然后呢这个root里面的资料 就是这个A 另外你的左边的指标 指向你的 左边这个小孩V 锁在这个点 还有呢指向你右边小孩C 锁在这个点 所以你会 长得像这样一个情况 那如果你像这个1 1你的左右都没有小孩了 那你的左边你的指标就是没有指向东西 就用0来表示它 0代表木耳没有东西啦 那你的1的右边也一样是木耳没有东西啦 所以这个0代表你左右没有小孩 所以真正的资料结构 我们表现出来是下右边这个图 可是我们真正在 示意图的时候呢 我们只画左边这个 因为画右边这个太啰嗦了 还要把这个指标的这个 所占用的记忆品 还有这个箭头把它画出来 太啰嗦了 所以基本上 我们在意念上的表达 你看右 你看左边的图 实际上的资料结果的内容是右的图 好再下来是来 我们在做MindTree的 垂波索 MindTree的追踪 那这个 在我们在讲Inspiration3的时候 我们也有稍微讲过了 就是这个追踪的方式 有三种 一个叫PreOrder 对应的就是我们的Previst InOrder对应的是Unifist ProstOrder对应的就是Prostrace 好所以这个PreOrder 第一个首先我们要看Root 然后这个下来是 左边Satree 右边Satree Root放在最上 对第一位 叫PreOrder Pre就是先的意思 前面或者先的意思 然后呢 In呢就在中间 所以我们把Root放在第二位 放在中间 是先LapSatree 在外是Root 最后是RideSatree Post是后面的意思 后 后的意思 所以呢 我们把Root 放在最后的位置 所以是LapSatree RideSatree 再把这个Root 这个Tree的这个Tree 就是跟我们前面在讲的 ExpressionTree的时候 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我们稍做误息 就是我们这里有一个 ExpressionTree在这里 那你的这个 对应的Previst Previst 这个Previst 对应的就是Previst 这个答案是什么 这个Previst 答案是什么 我们就请一个东西 玩了一遍 还有InOrd 还有PostOrder 对应的Prev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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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的答案是什么 Previst 对应的 就是Previst Previst 对应的 对应的 Previst 对应的 好 然后 新 新 新 然后新 加英文多加 啊 加英文多加 加 Post 好 STOP STOP 好 然后就是 就是 snei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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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朋友好 這個就是 preorder對應的previous expression 再一塊是 in order 對應的interface 來 我們請另外一個東西把電影變到 鄭廷偉 鄭廷偉在哪裡 等下慢慢變成 a 然後呢 slash b start c start d plus 好 非常好 再把我們看一下這個post order 對應的post width 那麼請這個同學把他回答一下 張兆俊 好 非常好 這個就是答案 好 那我們在這邊就先 下個休息 好 好 先走了 好 好 好